汽车跳灯是怎么产生的 外观好看 风土细数低 跳灯的出现竟然是因为一条官僚主义的法规 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 汽车制造关注的都是玛丽 汽车设计几乎属于一张白纸 汽车厂商更像是一个底盘公司 比如早期的马车型箱式汽车 复合T型车 20世纪30年代为了拯救经济危机 罗斯福开始新政 大力搞基建开始修路 推动汽车行业发展 涌现出许多走在前沿的设计师 来自美国的汽车设计师 哥登·布埃里格设计了一系列美式豪车 帕卡德·杜森伯格·奥本 1935年会翻演的科德810问世了 独立前悬架 前驱隐藏在前椅子板内的车头灯 这款车型在1935年的纽约车展引起关注 隐藏式头灯 橫空出世 底特律拥有很多副头衔的哈利厄尔 很快嗅到了潮流的味道 哈利厄尔在通用公司将艺术与色彩部改名造型部 首先对别克进行了改造 隐藏式头灯 齐平的把手 可折叠的金属车顶 1938年世界上首款概念车别克YDROP诞生 从小在好莱坞长大 在附近的汽车厂专门给富豪明星设计车身的哈利厄尔 非常会玩营销 随后他带着别克YDROP概念车出现在车展上 概念车炒作被厂商争相效仿 1942年克莱斯勒旗下德索托概念车 在车展亮相后开始进入生产线 一双会睁眼的汽车首次进行量产 不少朋友第一次接触跳灯 是头文字D带给我们童年的回忆 小时候天真的以为跳灯的车跑得更快 黑引擎盖比白引擎盖更先进 当年拓海的座驾和秋山社的座驾 你喜欢哪个 把答案打在公屏上 除了拓海是主角以外 一定也因为跳灯的A86更有灵魂 而且跳灯还可以 此外制造商们还经常使用跳灯 以达到美国的前兆灯高度规定 比如A186出口美国的就是拓海的版本 跳灯的高度省去了提升车身的麻烦 不要以为跳灯是A186 不跳灯是A185了 它们是一个车型 版本不同 类似于双前脸 话说回来 还有一条美国交规让跳灯真正走红 1940年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规定 汽车只能使用7英寸的圆形大灯 受这条规定的影响 无论是美国本土品牌 还是远在欧洲的保时机大众 甚至正在和美国冷战的苏联车 它们都有一样的圆眼睛 以自由标榜的美国 竟在车灯设计上如此不自由 虽然1957年美国联邦政府又更新了交规 允许使用4个5U4分之3英寸圆形大灯 但60年代初 美国联邦颁发的新规更加苛刻 要求大灯前不能有任何遮挡物或装饰品 设计师说 DMV What the F-5 上有正色下有对色 叛逆的设计师们连夜思考 想出了用跳灯设计来应对法律 当年风靡全国的美剧《霹雳侠》中 比主角本人更加抢眼的是 庞迪亚克第三代火鸟 这辆车就采用跳灯设计 上世纪80到90年代 隐藏式头灯广泛用于跑车设计 比如我们熟知的马自达RX-7 宝尔街944 宝马M1 法尔利F40 就是辛苦了日本这些晚上跑山的暴走足 所以起见 但还是跳灯FD更经典 直到1992年 伴随着崇尚自由与个性的新消费主义波波族 兴起 自由度不断增加 美国允许H4主速灯泡在车灯上使用 以灯照为镜头的大灯 重新在美国获得自由 以及汽车安全法规纳入了行人保护条款 跳灯这种车身突起 变得越来越难以设计 再加上 跳灯其实很容易坏 尤其是在恶劣天气 比如我自己1991年的米亚塔NA就曾经 我靠灯飞了 2004年 科尔维特C5和露特斯Espray停产 跳灯就永远告别了汽车设计 如今 头文字D和霹雳游侠中经典车型还活在我们的记忆里 带着我们童年回忆的跳灯 成也法规 败也法规 在智能化的今天 回头去看这些设计 依然最能打动我们 跳灯是那个浪漫时代的特点 一条奇葩的法规 让汽车有了灵魂 A186 马自达RS7 米亚塔 宝尔街944 露特斯A6 庞加克火鸟 谁是你童年的回忆 欢迎评论区留言